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16日星期二早上的第一節 有一個多星期沒有在這裡見大家 因為上個星期我病了 這個扁桃腺又再復發發炎 終於又搞到發高燒 兩邊的扁桃腺又隆腫 總之吞口水又痛 吃東西都痛 更加不要說要做節目了 終於吃了這麼多日藥以後 現在發現扁桃腺開始慢慢收縮 燒又退了 精神又好一點 可以重新做節目了 其實我去看專科的時候 醫生都跟我說 如果真的復發太頻密的時候 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去撤除了扁桃腺 但現在我當然不考慮了 因為剛剛才好 當然要做節目了 而且切了扁桃腺以後 其實也很麻煩 起碼要痛一頭半個月 更加不要說你什麼時候可以復原 是可以做節目 因為沒有辦法 但你要做節目你一定不可以痛 痛著怎麼做呢 我當然暫時不要考慮這件事了 不是真的隔太久不做節目 這些益友都忘記我了 所以現在我盡量調整一下 作息時間 飲食習慣 盡量使他不要再復發 那就算了 好了 我們今天第一節 就說一下科興疫苗 這個科興疫苗就駕細糖了 在兩個星期之內 總共有七名藍絲 打完之後就拘捕了 當然了 專家委員會在審視過之後 就說這七個個案 全部都是跟疫苗 沒有直接關係的 這個答案我們都預料了 實際上來說 這七個是不是全部都是藍絲呢 都不用問阿貴就是藍絲 因為上個星期 有一個叫根宿的阿伯 打完科興之後 就拘捕了 後來有些報紙就發現 原來他經常在Facebook發言 全部說到的都是支持政府 支持國安法 支持這個那樣 哈哈哈哈 你說這一個不是藍絲 都沒有人相信的了 事實上真的只有藍絲 是會這麼積極的 有人打疫苗 你打疫苗 你只會選科興來打 那這幫藍絲對科興疫苗的信心 分分鐘比科興本身更加強的 根據何柏良總監所說 科興疫苗在大陸就清楚列明了 是不建議60歲以上和長期病患者接種的 但是大家看到香港那幫藍絲就知道了 他們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都說明了 一於小理 照打可也沒有問題的 現在最新第七宗 打完科興之後 拉柴的案件是甚麼事呢 這個事主是一名63歲的老伯 他有心防戰動慢性心衰竭 也有脂肪肝和其他慢性疾病 這名63歲的男子 在今月9日打完第一劑科興以後 10日入院 臨床診斷屬於中風 留院期間持續出現心律不靜 送進深切治療部 去到14日凌晨就不自離世了 專家委員會等候解剖報告 初步認為這名63歲的男子心臟問題嚴重 其他器官也有嚴重的問題 故此經過初步審視之後 認為死因是跟接種疫苗無直接關係的 總之單單都是無直接關係的 你有衰就自己拿來衰 其實這個答案市民已經預料了 因為這班人會搞得自己好像是科興代言人一樣 總之有什麼事都是跟疫苗無關係的 因為你不想影響市民對於疫苗的信心 我可以理解的 你一定是這樣說的 更何況就是你這樣說完之後 基本上你就是沒有賠償的責任了 那你現在專家委員會這個判斷 其實又引伸出有兩個問題 第一 因為他們說現在這七個人拉齊 就跟打疫苗無直接關係 到底這班專家是否暗示了一件事 就是說這七個人本身都已經差不多夠了 都已經是時辰就到了 他大概都是這段時間就走人了 只不過 剛剛碰著剛剛打完科興之後 沒多久就走人了 你是不是有這樣的暗示在這裏 因為你說跟打科興無關 打疫苗無關 就是說 他打不打是時候拉齊了 你是不是這樣解釋 你要跟家屬交代 是不是 你沒理由說得那麼涼薄的 你無關 無關就是他差不多自己夠了 不是 那他為何因為這什麼事而走 你說無關 跟那一隻疫苗 你是不是想表達這個意思 第二件事就是 喂 現在他們打了第一針就已經有七件了 再打第二針的時候又怎樣呢 根據專家委員會記者會上的專家自己所說 就說 無論是科興或者是復必泰 都要接種兩劑疫苗的了 很多時候第二劑的反應可能更大一點 哎 這樣就大劑了 喂 現在打一劑就已經有七件拉低了 喂 有些甚至乎他沒有拉低的 不過他可能是心狡痛啊 或者是心律不正啊 諸如此類 他休息之後沒事的 但是現在 你隔幾個星期又要他去打第二劑 你還說反應更大 那怎麼辦呢 這幫人 他打好不打好 他都要硬著頭皮照打的了 他沒得中途退軚的嘛 是不是呢 你給了一個指定日期 他夠時間是要再打的了 那怎麼辦呢 反應可能更大啊 那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但是反正一件事就是 就是說你那幫專家現在給人一種感覺 就好像是先有了結論 然後呢 再做回那個推論出來 因為你每個人呢 凡親打完疫苗之後拉齊你都說是跟打疫苗無關的 你肯定是說他有什麼長期病啊 這個病那個病啊 一個人有差不多一年多 他肯定是有病的了 你肯定是找到一些推堂的借口的啊 那實際是不是因為那些病而令到他走呢 照計一個人可以自己走進去那個疫苗接種中心的時候 起碼反映得出他至少是有基本的活動能力 還有是治理能力 他不需要別人來去照顧他 是不是啊 哦 原來香港呢有這麼多人在 臨走之前幾天都還可以走來走去的 忽然之間就說走得了 有沒有這麼化學呢 我不知道啊 反正現在就是那些專家說 個個都跟打疫苗無關 那就是無關咯 是不是啊 因為現在說什麼都是你那些專家說了算的 那問題就是 特區政府就指定了四位的專家顧問的啊 分別就是有 袁國勇 許樹昌 梁卓偉 和福田敬義 我就發現 四個人當中至少有三個都不打科興的 除了福田敬義之外 另外那三個人全部都打了復必泰的疫苗了 全部打來老科的 最壞就是這個許樹昌 人家記者問他問題的時候呢 他就說這個是私人問題不回答 叫人不要把問題政治化 那你卻就是醜苦啊 終須見家翁 你卻就是去打來老科 卻就是沒有一個專家去打科興的 暫時那個福田敬義也不知道啊 因為他是最低調的 他甚少出來說話的 說話最多的那個許樹昌 那你福田敬義也不會打科興啦 所以你那幫政府專家顧問 已經是用行動投了票了嘛 你那條四川一都沒有一關中的 全部都不打科興的 那你有什麼說服力呢 你自己政府指定的專家都不打的 那你有什麼好說呢 你經常跟市民說都沒用的 行動最實際是說話 talk is cheap 是不是呢 你說到天花龍鳳都可以的 尤其是最壞就是這個許樹昌 因為他本身就是這個科學委員會的專家 他就有份去審批這個科興疫苗 給那些六十歲以上的長者打 他說沒有問題的 他自己都不打的 起碼來到說 那個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 他批完之後 他自己是會去打科興的嘛 大家不要理會科興有沒有用 大家知道你有沒有用 問題就是他批完之後自己肯打 他起碼做得到一件事叫做知行俠一 他自己都要去試的嘛 是不是呢 打完一針還要多切一針 兩劑的嘛 那人家真是做的 許樹昌呢 你批完之後自己都不打 那你批來做什麼 這些就是最離譜的人來的嘛 你做什麼專家 你講的有什麼說服力 你批完那些自己都不做的 找笨是不是 唉真的 當然我認為 藍絲去打科興 對於社會整體來說是有好處的 第一起碼可以消耗這一批科興的存貨 顧存得到大陸的面子 你不要買回來 全部原封不動都沒有人用 那肯定上面又不知道會想些什麼 第二件事就是 起碼那些藍絲去打科興 又會釋放一批的名額出來 令到其他市民如果他想打來老貨的 他又有個機會去打 那所以藍絲打科興就是一家便宜 兩家著的事 好了 跟著我們又看看這個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 他就說 如果 這個 接種率 又不理想 然後本港的確診數字又維持在 雙位數的高位的時候 特區政府就難免 需要再收緊防疫措施 甚至關閉部分的場所 麻煩你玩夠吧 陳局長 這個武廢自從去年過年開始到現在 已經使得很多的行業和從業員 折騰了超過一年的時間 到現在是要結束的 難道你這隻武廢一天不結束 你一輩子都在搞什麼防疫措施 是不可能的事 這個感冒菌到現在 在世界上存在了幾千年 人類不一樣跟它共同生存 難道你因為要防感冒菌 防下流感病毒 所以要搞這些防疫措施 是不可能不實際的事 現在武廢一來已經有疫苗 二來那些科學家 已經是慢慢開始研究 有些解藥出來了 你就要學習跟它怎麼共存 大家最多出街是戴口罩 勤勤洗手 盡量做足防備的功夫 是差不多的 你不能夠再要求那麼多 白癡 經濟是要重啟 社會是要重啟 全世界都在重啟 當初那些藍絲在笑英國 笑美國 人家根本一早就不喜歡搞這些封城的事 為什麼呢 因為人家要保住經濟 現在發現到人家根本上是做得最好的 你看疫苗接種率 英國和美國 已經領先全球 人家一定比香港快 搞得好 人家已經開始在想 夏天的時候是不是要重啟旅遊呢 是不是要研發疫苗護照呢 香港還在說什麼要重新收緊這個防疫措施 甚至乎可能要考慮關閉部分的場所 你用一下腦都知道再搞下去 是會壞的 是不是 經歷了超過一年的時間 其實市民都已經慢慢摸清楚 這隻武肺是什麼一回事 都不是說好像那隻沙士那麼恐怖 是不是 而且最近這兩個星期 打科興之後拉柴的人數 比因為中武肺而死的人 唉 知道根本上是要完整件事 隨便大家打一下疫苗 做個樣子大家的下台階就要重啟 說知他有沒有效 而不是經常向硬性追求 一定要清零為止 你會不會追求流感一定要清零 是不可能的事 最多你就是令到這隻武肺 處於一種叫做可防可控的狀態 總之就是 令到他不能夠影響得到廣泛的市民大眾 隨便有時候 發現到一宗半宗 你有什麼辦法 但是你不要令到他廣泛散播就算了 你不是經常用白癡的手段 限這個限那樣的 你會不會為了限流感 而去做那麼多白癡的措施 去摧毀經濟 用一下腦子也知道不應該 好啊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祝大家身體健康 拜拜